哈喽大家好我是千贝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海棠湾这边了 我们找了一个公寓助理一下 但是公寓是两点钟才能入住的 现在找了一个餐厅吃饭 是在酒店里面的 这个人又在工作了 工作失落快了 我只能给他一个大拇指 那我就睡一会吧 我们准备这样子 吃了饭 然后先到公寓里面睡一觉 因为这两天还是有点累 睡一觉之后呢 去免税店干嘛呢 买买买 在酒店的餐厅里面 点了个套餐 有这个什么家 文昌鸡 文昌鸡 然后食酥 然后水果 然后是鸡豆 还有栗汤 栗汤就是绿豆汤 绿豆汤还怪好喝的 这个天气配绿豆汤真的很合适 有没有 这么难以为 前辈这两天实在太厉害了 所以他先睡个午觉 我就继续我的办公吧 好了 我们现在去免税店 陪前辈去免税店 我的钱包又会瘦一点点 你不用太紧张啊 因为我这次不会买太多 不要紧张 我刚进来的时候就是跟在那个前辈身后码 现在已经跟丢了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我估计就是在免税店里面 他是不需要我陪的 他也不露吃了 我坐在这个地方 已经开了两集的那个闯关东 他都没有电话联系我 我现在换了个地方坐坐 刚刚那个地方坐太久了 有点不好意思 你一直在那看电视机看的舒服吗 挺舒服的 我们放完了这里 然后去澳七逛一逛吧 澳七好像突然都没吃过 有很多吃的的那个 这个天气来海南真的是太湿了 对 我们在我们住的公寓后面 有一块夜市吧 因为有很多吃烧烤啊 吃炒菜的啊 还有外水果的 买点水果 特别想吃水果 吃白鞋的菠萝蜜 这是什么芒果啊 芒果我也要吃 两袋都是芒果吗 本来是 他觉得不好的 但我想要自己剥吧 他剥了还没这么多 他说这一块 十块钱算了 拿去好吃 哇 这芒果蜜超香的 好好吃 很甜 哇 这个满满灯灯的水果 鱼汤 三笋 对 三笋 然后加一点鱼 海鲜 虾子 之类的 好浮夸的一道菜 有没有 这个应该就占这个吃吧 有点酸的 就这个汤 如果我们不是从海边来的话 真的吃不了 又是酸 腥味也蛮大的 就是我们当然是能接受的 但是肯定大部分人是接受不了的 一个炒大肠 前面找了个海鲜炒粉 放过一点看电视的机会吗 我还是在看那个闯关 看一下一口气看来四十多 还有配了点黄灯笼酱 大焦酱好好吃啊 这一盘海鲜炒饭 12345678 我吃了一只 我也吃了一只 一共十只 分成里面还有呢 还有肉丝 还有花鸽 就这个餐桌上面 蚂蚁太多了 然后我这里放了块 芒果 然后蚂蚁都到那边吃了 我可太聪明了 我跟主家等于说是两个人分开睡觉的 分开休息 他现在在楼上睡觉 然后我在剪辑视频 现在已经是 凌晨三点半了 凌晨三点半 这人手机怎么还开着 听电视 这个就是我们住的一个公寓的楼上 这里还有一个卫生机 总共这么点地方 还搞两个卫生机 然后他厨房那里 锅什么都有的 有烟机 电风宝锅 碗筷都有